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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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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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款帽子 因为它这种特殊的花样 所以它的弹性是比较小的 弹性比较小 然后这个泡泡需要大家在织这个的时候 我们要拉得紧一点 然后这个泡泡就会这样鼓起来 然后比较立体才会好看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底下起针之后 我们到主体的时候是需要加针的 我们要让它稍微蓬松一点 让这个小泡泡立体一点鼓起来会更好看 那我这里已经起了一个八十帧 八十加一 八十一帧 好 起完帧数之后 咱们把 咱们起的这些所有的帧目 把它铝平就是朝着一个方向 不能是这样扭起来的 一定要是铝平的 我们现在要圈枝 要圈枝 好 枝现在右边 检查一下 那么刚才多起的一帧 我们是需要把它来收针收掉的 我们用左针 把最后把右针的最后一针挑过来 然后呢 再用右针把第一针 看到没有 第一针把它拨收过来 就是把这一针收掉去 好 再把这两个线头拉紧 起针线头跟支线都拉拉紧 那这样呢 我们其实相当于起的帧数 我就回到了八十帧 好 现在咱们就织这个帽边的单螺纹了 这个是咱们的第一针 一针下 我们可以在第一针上做个记号 每一次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一圈的开始 一针上 重复这种方法 一针下 一针上 一针下 一针上 就这样重复的支 一下一上 一下一上 那因为我们起的是双数针 所以吃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针的时候 一定是上针 对吧 那么这一针织完之后 我们又正常的过渡到第二圈 一下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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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直的支 一直的支 好 织完之后呢 就会是这个效果 就是我们的这个帽边的单螺纹 单螺纹 那么这一段要织多长 就是几圈呢 这个就看你个人喜欢 看你个人喜欢 好 大家织到自己喜欢的 或者需要的宽度之后 我们就来进入到主体 帽边织完呢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主体了 那在织这个主体花样之前 我们先要织一圈的全部的下针 然后同时要加针 那这个时候我换上六号的环形针 呃 我们要加十针 好 我起了八十针 要加十针 就意味着每八针加一针 全部都支下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我们要加一针 把这根线的挑起来 咱们把它扭起来夹 咱们把它扭起来夹 好 那就重复这种方法 支八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那当然如果你的帧数跟我不同 那你就不是支八针加一针了 是吧 比如说你是一百四十针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每十四针来加一针 好 加了两次了 大家呢就重复这种方法 把这一圈支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那也就是最后一份支完了 然后要记得加一针 那么加完之后 我们的总的帧数呢就是 我的总的帧数就是 九十针 九十针 好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织这个花样了 那我们说过 我这个小蜻蜓是每五针一个小蜻蜓 然后呢每一圈有九组 每一组都是占十针 十针就是两个小蜻蜓 好 那我们这个花样呢 是需要八圈一个重复的 好 现在我们开始组体的第一圈 第一圈呢咱们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咱们先织了五针的下针 然后把织线带上来 接下来咱们调下五针布织 一 二 三 四 五 那这里条的五针 加上前面这里织的五针 刚好就是十针 这就是一组 这就是一组 好 这个时候咱们把织线带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稍微的要紧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紧一点呢 这个后面这个泡泡呢 就会鼓起来比较立体 好 接下来咱们就重复 刚才第一组的织法了 先织五针 一 二 三 四 五 织完五针 把织线带上来 然后调下五针布织 二 三 四 五 再把织线带下去 稍微紧一点 然后又重复这种织法 开始第三组 大家把这一圈织完 四 五 把织线带下来 好 这一圈就织完了 现在咱们开始第二 第二圈 第二圈呢咱们就是 不加不减 每一针都织下针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那这里上一圈 条的五针 咱们也是正常的 全部都织下针 这就是其中一组的织法 然后咱们就重复的织 就是每一针都是不加不减 全部织下针 第二圈织完 现在开始第三圈 那么第三圈的织法 就跟第一圈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也是先织五针的下针 三 四 五 接下来把线带上来 挑下五针布织 一 二 三 四 五 再把织线带下去 这个地方稍微紧一点 稍微紧一点 这就是其中一组的织法 然后又重复的 先织五针 线带上来 挑下五针布织 线带下去 好 然后又开始下一组 这就是第三圈的织法 大家织完之后 然后就来到第四圈 第四圈跟第二圈是一样的 也是不加不减 每一针都织下针 全部都要织下针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后面的就是不断的重复 第一圈和第二圈的织法 那像这样的 咱们要织到第七圈 也就是三 四重复一 二 五 六也是重复一 二 第七圈也是跟第一圈一样 然后到第八圈的时候 咱们再回来 织完了七圈 现在来到第八圈 那么七圈织完之后 我们这里会有四条线 每一个都应该有四条线才对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八圈 也就是最后一圈该怎么织 好 我们也是先织五个下针 那么我们知道第八圈呢 其实跟前面第二圈一样 也是每一针都要织下针 对不对 没错的 那这个方法是一样 但是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差别 好 那看一下这五针 咱们先织两针 第三针的时候 咱们要把这四根线带进去 一起织 好 我们的右针 从这里穿过这四根线 再穿过我们的第三针 挂线挑出 然后这个挑出的时候要 穿回来 从这四根线底下回来 再把第三针 这一针摘掉 这样呢就会形成我们这个小蜻蜓的这个翅膀 好了 还有两针 这就是其中一组的织法 再给大家重复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来到这里的五针 咱们先织两针 一 二 好 从这四根线底下过 再穿到第三针 挂线 挑出 再把这一针放掉 再织最后两针 我们就重复这种方法呢 把这一圈织完 第八圈织完了 我把那个记号扣移上来了 那么我们就等于完成了一个循环 现在呢我们接下来的织法就是重复 刚才前面的这八圈的织法 还有一个问题 忘了提醒大家 那如果前面说过 如果你的起针数是那个十四的倍数的话 就说明你每一组花样是十四针 那么每个小蜻蜓就是七针 对不对 每个小蜻蜓就是七针 那么你就是 你就应该是挑下七针不织 然后再织这一针的时候 你应该也是在最中间的一针来织 也就是你先织三针 在中间这一针织 然后还剩下三针 这个相信大家能够很容易理解的 好的 那现在呢我们开始下一个 那个下一组花样 下一组花样 刚才说跟这一组呢是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是要把顺序换一下 也就是现在我们要把小蜻蜓呢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小蜻蜓的位置呢 织成那个泡泡花 好 所以接下来咱们先把支线带上来 第一圈哈 调下五针不织 三 四 五 把支线带下去 也是稍微紧一点 然后呢就织五针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这就是其中一组的支法 我们重复这一组 这一组的支法就可以哈 所以方法跟前面的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顺序换了一下 支线带上来 一 二 三 四 五 支线放下去稍微紧一点 然后再织五个下针 二 三 四 五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这一第一圈呢就是重复这样去织 现在开始进入到第二圈 第二圈呢也是不加不减 每一针都织下针 第二圈织完了现在来到第三圈 第三圈的织法跟第一圈是一样的 支线带上来 调下五针不织 支线放下去 再织五个下针 跟第一圈是一样的 然后第四圈跟第二圈又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又是重复第一圈第二圈的织法 大家也是要织那个什么八圈嘛 对不对 你知道第七圈的时候也应该是有四条线 然后第八圈的织法就跟刚才这个 正这一织的第八圈的织法是完全一样的 好 第八圈来到最后一织花样给大家演示一下 先织两针 先织两针 在第三针上 织这个 蜻蜓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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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这里有八圈加上这里八圈 把这十六圈看成是一织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重复这十六圈 也就是重复这一织十六圈的织法 一直的往上面织 因为用线的不同 因为你的用线可能会比我的更细嘛 所以因为这些细针和线的粗细不同 所以我们要织几组这样的花样的这个就不确定 就是大家知道一定的这个长度 这个深度可以在头上试戴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帽边是这种单楼纹的 它是不太好这样卷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能是这样戴的 所以你可以在头上试一下 或者拿尺量一下 看一下自己呢 到底要织几组 你知道自己差不多需要的深度 我们就可以开始收针 因为我们后面收针还有几圈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收针 这个收针不管你是从哪一圈开始 就是像比如说我这里已经有两根线了 不管你是有一根三根还是四根线等等 都这个方法其实都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原则呢都是怎样的 先对这里的五针进行收针 我们是每一圈每一组收一针 那我们都是收这一组 就是这个要挑的这个是不收的 好 就是不管你知道哪一圈都是这样的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帽顶收针 第一圈 二 三 四 五 好 那我们刚才说过 如果要对这里的五针进行收针 我们先把前面两针 每一组都是先把这里的这两针 好而二为一 就是用我们的右针同时穿过这两针 挂线挑出 然后其他的还是不变 好 那你该织花样的还是继续织 比如说我这里 这里该织下针继续织下针 如果你是轮到该挑针 你就继续挑针 好 这个都没有影响 只是把这里合二为一而已 好 其他的地方我们还是遵循它的花样的规律 大家就这样一直收 到底收针的第二圈 那我这个地方现在轮到要挑针了 还是先挑五针下来 这里是不变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只剩下四针 那现在我们就是把最后的两针 合二为一 然后呢 这里就会 并完针之后就会只剩下三针 就是我们每一组都是并这两针 好 其他的地方像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按照它的规律来之 好 又是把这两针合二为一 大家把第二圈织完 帽顶收针的第三圈 那我这里现在轮到织了 织五个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这里呢我们收了两次 就由五针变成只剩下三针了 那么这三针呢我们还要继续收 现在把这两针合二为一 好 那这里五针现在就只有两针了 我们重复这一组的织法 把这两针合二为一 好 好我们就每一组都在这个地方收就可以 这里又是调五针 合二为一 大家就这样重复的织 前面织的四圈线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里有五针 然后这边只剩下一针 现在我们就要对这里的五针进行收针 先把前面两针收针 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针的时候 要挑起这四根线来织 因为我这里就轮到 要把这四根线挑起来织了 这是第五圈的织法 好收了一针 然后咱们挑起来织 剩下两针 这边还有一针 这就是其中一组的织法 好大家再来看一次 先把前面两针合二为一 第三针我们是要织这个小翅膀的 还有两针 这边剩下的一针 好大家把这一圈织完 稍定收针的第六圈 那么现在第六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每一组就剩下了五针了 这里呢五针变成四针 然后这边的五针变成一针 那现在我们收针呢 是要把这里的五针的最后两针合二为一 就是每一组都是把这两针合二为一 这是第六圈的织法 一 二 好 把这里的两针合二为一 那这里我们就不用再拉线了 最后这一针就直接织过来 再重复一次 一 二 把这里的两针合二为一 这里的一针把它直接织掉 大家把这一圈织完 第七圈的织法 现在我们每一组只剩下四针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每一组的这里的两针合二为一 这个时候每一组 我这里每一组只剩下三针了 再演示一次 把这里的两针合二为一 大家把这一圈织完 这里的帽顶就是收了七圈 收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当然如果您的每一组小蜻蜓的针数不止十针的话 那你那个帽顶收针肯定就要多织几圈 对不对 我们原则就是这样 一直收到大概这样剩下个 这样十几二十来针就可以差不多 那现在咱们就可以 大家可以把这个线剪断 用缝合针把所有的这些针目全部把它穿起来 那我这里我是用钩针 大家用缝合针会更方便一点 大家用缝合针会更方便一点 就这样呢把所有的针目把它全部穿起来 最后一针 全部穿好了 穿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把这里呢 把它抽紧 就把这个线拉紧嘛 那头顶的这个洞就会很小嘛 就是尽可能的给它拉紧 拉紧之后呢 咱们把这个线头 从这个洞里面戴到帽子的里面 然后在里面隐藏一下线头 这个帽子呢 我们就这样织完了 这里起针线头呢 大家也是用缝合针这样藏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个帽子呢我们就织完了 好 询出了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